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又跟大家说说美股,美股EC Trade 节目 好了,今天最主要要说什么呢? 说一种简估方法 如果大家看了节目,这个月简估也很准 就是说的股票,当然是市领,但选股的时候 看到股票每个都上来 我自己持续Visa,很开心的Microsoft,每个都上来 今天想说,集中说一个选股技巧 如果你懂得选股技巧的时候 看股票的看法会不同 而且你会更加知道优质股 如何去找,如何找容易升的股票 今天就说这件事 首先,先看看图图 好,这就是我外股Visa 有拿着的申报 都收拾了10%多回报 当然,你买这类股票,你不是那些很小的股 你不要想一天升两三成 即不是那些股票 但你拿着它,你会觉得很稳定 最近,如果大家看的话 很多一些可能急升得很厉害的股票 都倒下来 但你拿着Visa,继续慢慢破顶 其实回报相当不错 因为你敢买大 好了,Visa 怎么看呢? 现在这一刻就是Visa的长线走势图 最左手边大概是415年开始 这只股票基本上的生意很好做 如果大家有看过Facebook另外一篇文章 你找一些生意涌进来 基本上这家公司不用怎么售东西 不用怎么做太多市场 做基本营运 只要打开门口做生意 那些生意就会自自然而找上门 即是你想想Fisa卡 即是将Fisa信用卡那些 它不用自己怎么售 那些银行都会帮它售 即是很多金融机构帮它售 比如说网上支付那些自然 一定要包括它 即是如果你说可以网上付钱 但是你不可能不用Fisa付钱 不可能没有这个选择 变了就是根本很多全世界其他 它在做生意的生意伙伴 都会帮它售 生意自己用上本公司 股价通常漂亮 很多很多很多 好了 长线走势头 中间是不是见到两条蓝线 蓝线的位置是什么 蓝线的位置就是那段时间 其实美股很嵩荡得很紧要 这段时间就是美股最差大跌的时间 我经常都说 有时你买股票选择股票 记住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股票下跌的原因 如果下跌原因 只不过是被股市拖累了下来的话 其实没什么问题 你说股市就是跌了 大跌的时候 漂亮极的股票都跟跌 纯粹在那段时间跌 没什么问题 最重要就是股市好它会显示大 如果你说 反过来就是股市好地地 它自己下跌 那些都要小心 这段时间中间 大概是上年的10月头左右 至到12月圣诞节之前 就是跌得最深的时间 这一段日子里面 就算股票跌得多深 问题都不大 不需要值得担心 最重要是后面 你会见到 Visa 你会看到 它只是跌这段时间 纯粹美股好差 拉它下来 之后非常快可以 far 可以继续持着 我还是继续持着 短线的位置开始ちょっと昂贵 但是如果说中长线投资者 继续持着 上去就行了 够使得是破顶 好 M Campus C 现reso 其中一个最值得看好,中长线看好都可以 这个是网上支付的一个行业 里面有几个最好的 FISA其中一只,Mastercard大家都可以选择 短线贵不贵,Mastercard其实开始短线贵了 中长线当然没有拿到顶 只要整个大气候大势所趋 就是你网上支付这件事 根本一直发展下去,数额会越来越大 很难有顶,优质最顶级的网上支付 你看着股价一路上升 如果你愿意持有数年的话,股票没有顶 一路上一路上就行,但当然是短线 如果真的买,我想短线炒一炒 未必是现在这个位置买,但也看到 只是中间,美股最差的几个月跌 一美股好,12月24日最差 之后过了圣诞之后,美股都可以上回 那些股慢慢升回,Master card也是漂亮 中长线还有大量的税 短线运步后,又会回调 宁愿是什么呢? 就会回调下来 做一个支持位再上 那会能比较好的 第三只Paypal 这三只是网上支付系统最大的 Paypal 之前没有跌得太深,所以早点到破顶 但走势仍未够MasterCard那么好 但三个都可以 Visa升得慢一点 股价短期没那么贵 PayPal是9月、10月、10月左右 11月的时候没有跌得那么深 所以升得好一点 但亦都这么说 18年PayPal比较跑得慢一点 所以有些追回落后 大家的步伐有少少先陷一致 如果你现在买的话 可能Visa 未来会追回上来也不期 但三个给你看到整个行业也是漂亮 大家可以留意着 完之后 想看一只Helfcare ETF XLV XLV 这就是医疗版块 除了刚才说的电子支付版块 医疗版块又是很漂亮 大家懂得尋补的话 你可以选择很多漂亮的股票 医疗版块 大家都明白了 一些叫做 医疗问题越来越严重 人口老化 当然了 有大势所吹 医疗系统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想起他们的行业就是 很多医疗股 里面的医疗公司机构 其实收大家客户的价钱越来越贵 看医生 五年后、十年后一定比现在贵 反过来是十年前便宜了很多 就算经济不好 其实医疗的支出费用都一直加价 其实买股票 最好是买一些可以加价的公司 一些漂亮的大医疗股 其实一直加价 所以没问题 你选择这些中场才可以 但是亦都看到十月后 和去到圣诞前 其实这只ETF 都是跌得很紧要的 是的 那段时间跌很紧要 但是那段时间跌是绝对没问题 让市场扯下来而已 一去到十月后 一去到圣诞后 又是夹上来 还可不可以看 反而这些跌得深一点 你其实可以趁它 叫它深一点 股价没那么贵 去买都可以 不想或者不懂怎样选择股票 只是看好医疗版块的 XLV 这只叫做最好的了 就是最容易简单去选择 就是说我怕个别选择股 我怕选择错 选择错的话 那你就选择了ETF ETF就是帮你混合一堆好的股票 大的股票 当然 如果你选择股票 你可以升得快点 赚得快点 但是如果你想分散风险的 想稳阵一点 其实XLV 留意着这个局 这个局基本上都可以的 另外 想和大家看一下那只IGV 又是ETF 这只更厉害了 这只我自己没有卖的 但是很多客户之后有跟 赚很多 年头或者去年 如果你再看这段时间 又是跌了一波路 但是这段一波路是什么呢 就是市带下来 你会看到除了市最差的时间之外 又是没有跌过 你看到 刚才说给大家听 那全部股票都是 24日见底 之后夹回上来 跟着市一路上 你会知道 中间那段真是市带下来的 一只强势股票都是 一去到24日打下 12、24日打下来 就夹回上来 这只尤其是升得很厉害 升得很厉害 North American Tech Software IGV 这就是北美软件 当中有很多很强的股票 如果跟着节目都有说过 我们介绍给大家 CRM Salesforce 很厉害 一些叫做 Custom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你那些客户的关系管理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版块 然后里面有Adobe Adobe 最近股价不算最强的是它 但是其实它中长时间是可以的 你选择股票 选择一些叫做 Software股票 软件股公司 最重要是选择一些顶级的 然后它可以 它的软件 不是一次个卖 卖脱给你的 可以做个月工或年工收费 如果它真的可以做这个 Subscription 如果它是做到月工 或者你年矫的话 其实会对公司 现金流会有很大增长 而且它不用怎么售 很多时候 比如Microsoft 微软其实股价最近都很漂亮的 微软一些云端的服务 Microsoft Office 也好 其实开始做的是按月或者按年收费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会慢慢 当然了 你月工可能见到 已经不是很贵 有没有月收的钱 但是它变成了你 是不断长期 叫贡献些钱给它 而且用得这些Software 其实它叫做那个 真的可以取代它的Software 不多 变成了你又不太多钱 给一下给一下 你就持续付钱 你想回公司 现金流就很强 不断不用怎么特别去Sell 总之Sell 你一开始了 用它的Software 就继续付钱去做 它变成了 就不用每一次 每一年就担心 下年的生意如何 总之慢慢慢慢继续 打开门口做生意 生意就找上门 在付钱去继续付的话 那些公司很漂亮的 讲开IGV 其实还可以买 留意上 Microsoft Microsoft自己持有 Microsoft 这只股票 当然不会走得超快 超快 但你也看到 又只是那段时间跌 跌完就升上来 其实那段时间跌了下去之后 当你真的捞股票 其实就是那些漂亮的股票 被它涉捺了 让你去买 当然你未必是12月24日 26日那些位买 但当它上得回来的时候 开始看到市场走回 其实那些时间就可以买 买完之后 还能不能持有 Microsoft 我自己要继续持有 继续中长线 让它破顶 另外是美国瓦培 美国瓦培 这只股票更厉害 为什么更厉害 你会看到中间那段时间 根本没有跌过什么 浮浮沉沉 用一些叫做调整 就代替了一个 代替了一个 就是用整股 代替了下跌 然后你见到 一早破了顶 被阿培自己持有的 继续可以持有 这只不说太多了 但我仍然都看好 好了 有哪些什么都仍然可以看住 CME CME的股票 我都持有 但这只股票 还未完全开车 最近我股票的价格 都叫浪了 看长远 你见到CME 股价做得很漂亮 中长市我还觉得OK 短线反而升得不太厉害 仍然可以持有 留意低位 如果真的市场差了 跌穿去12月26日的低位 172.8 那只股票 代表股票可能有些东西出错了 但如果不是的时候 还有一些低位 可以拼搏 即是如果你170多元 一只180元股票 你大概用8元左右的位置 要止蝕的话 其实那个止蝕位不多 即是刚才见到 这只升了上去 反而这只未升 但又不是走势很差的话 可以拼搏 但记住 CME要走去做止蝕 另外 多谢大家 文章说过 但之后就没有 我觉得节目少点说 今天可以多派一只股票 给大家留意一下 这只目的 如果大家有看开 又玩开 债券 BONSE 收息的话 你会知道很多时候 你买债券 你会提出一件事 叫评级 信用评级如何 即是如果你信用评级 如果信用评级越好 即是公司越稳固 当然 稳固的债券 如果你买一间公司的债券 是稳固的 当然稳低一点 但如果有些朋友 可能帮垃圾级别的债券 有机会收拾 那间公司 那你变成的 息率就会高一点 但反过来 公司层面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想去 发行那些债券集资的话 其实某程度上 他需要这些评级 没有评级 你很难买得去的 有评级 有一个评级公司 可以帮你加持 如果你的评级是好的话 你那个邦市债券价格 可以给低一点 变成你的借钱成本 会低很多 通常有三间 他们叫三大 有三间信用评级公司 是帮他们评级 就是最大的就是标普 跟着目的 这两间其实佔了整个市场 八成的份额 亦都是如果你真的要找评级的话 基本上标普目的走不下 两间一定要给生意去做 变成是生意送上门的公司 你一集资需要有发行债券的需要 就要做这件事 目的股价 当然他见到就是 四月打后 已经没什么怎么升 跟刚才那几只比 差一点点 但你会看到跌得最深 也是十月至十二多上年 但之后一直夹回上来 现价可不可以博 其实都可以博 这只股票长远少少 你基本上去博它 可不可以今年内200元以上 应该机会都相当之大 如果你看回中长线走势 都是一路一路上 给它一点时间 基本上这个股票 中长线看起来都可以 当然 如果你说最美最美最美 短期好一点 刚才几只比它好 但目的其实 如果你想分散一些风险 目的都很吸引的一只股票 整体来说 大家看市股票选股 尽量留意着哪些股票 就是我要留意着下跌原因 有股票跌下来 应不应该买呢 我要知道股票是自己衰 水跌 还是被市场扯下来 如果公司是英俊的 好的公司 然后被市场选择 那时候反而是下跌机会 你趁一些可能低位 看到支持反弹上来的位 那时候便买 反而有一些很弱的股票 就不要占手了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逢星期二次同一时间 再和大家分析美股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